多次说过了 香港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中方对美方有关人士就特区修理 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对香港事务不停地在说三道四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要求美方客观公正地 看待香港特区政府依法修理 谨言慎行 停止以任何形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和中国的内政 这里要再次重申 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 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得到了切实的贯彻落实 香港居民嫌有的各项权力自由 依法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 也能充分尊重这一事实